今天天气特别凉快 好久没有暴走街头了 今天我们来一个暴走 看看 多舒服 早晨的空气 非常清新 走路的人们也不少 车流也多 看到没有 正式上班 其实旁边有这么多 那种不想单车 还是电动的 不都不骑的 靠走路 我最近成功的减重 感觉体重减轻之后 人就很轻松了 精神好了 而且也不感到 时刻的是饿了 也不打瞌睡了 特别是中午 反正减体重 没别的诀窍 就是归在坚持 看看 这个前面都是找活的 就搞装修的 好 过马路 吃好多呀 这地方呢 在阳家山里要求 过到这边之后 要等 过那边 可以看啊 铁路桥 再试一条 京广大动漫 这个桥呢 上面呢 就是二环线 今天我们就沿着 这个二环线走 天气凉快 走起来可舒服了 好 绿灯 每次过这个绿灯的时候 你要快步 时间太短 这个音乐也不错 适合走路 所以这个二环呢 人不多 如果是走前边那个 车站路的话 人太多了 这边呢 绿化也好一点 所以说我喜欢走这边 这一会儿车多起来了 大家注意没有 我现在走的那是 车前进的逆向方向 我估计这样走的 你只是累了的话 或者不想走的话 你要打车 很远 要绕 所以说的话 我故意给自己设个障碍 让自己不要打车 所以说减体重啊 不光是还有毅力 还要试着一些技巧 不然很难解 这一个中式化的加油站 我经常在这里加油 现在加油啊 都免费洗车呀 看看这车流多大 这里是一个快速店呢 这里还有力膜呀 力膜用滑油啊 力膜用滑油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款深蓝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实车 就是说别人上好牌的时候 过去天桥 那边应该就是警察广场了 这些早餐都不敢吃了 这一个地铁站 其实我完全可以坐地铁的 但是呢 还是要走路 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啊 都喜欢坐地铁了 不坐公交车了 啊 这边呢 就是到了这个太广场 太广场啊 那边呢 就是成继铁路车站 我们沿着这个成继铁路车站走一走吧 你看 这景太广场多漂亮 这两边啊 你看 好多店铺呢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火车站吧 哎 走到这里没那么草杂 很舒服 好 就马上到车站了 好 车站前边 还是很开阔的 那边啊 就是火车站了 对没 火车都看得到 看一下 火车 从这边也能到那边 那个老火车站去 对面就是老火车站 好多出租车呀 这个火车站去长竹潭 去张家界 还有湘西一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这个广场也多大 好多人在活动 正面的 火车站来个镜头 哎呀 微风一挂 好舒服啊 明天温度就上去了 这里有一个停车场 但是也没看到充电中 房车到这儿来 最多停个车 没到充电 不过有洗手间了 在前边 好了 我们过马路 赶紧走过去 走到那个里边就不怕雨了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建材市场 就是 这个成绩铁路旁边的 一个建材市场 哦 这里都是卖门的吗 哎 他们都带着伞 我没带 问题不大 好像滴了几滴一点以后 没什么反应了 现在在搞装修了 啊这里真是门业大使 盼盼安全门也是个老牌子了 又没下雨了 嗯 还挺舒服的 我本来可以继续走二环 我绕进来 一是稍微近一点 其次的话没那么吵 这里都安静 马上就要出这个市场了 对面呢就是三香大市场 好 出来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元大一路 走路啊 越走越想走 好 这是金光铁路 看 那边堵车了吧 到了这个点啊 堵车了 这条路啊 不光白天堵 晚上还堵 半夜还堵 这个宾馆叫做 子东阁六天大酒店 过去叫华天 前面就右转了 进入车站北路 这个视频就拍在这里